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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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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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位置展现 一会儿就会出现一种非常神奇的效果 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期待 为了使这个手帕一会儿染出来更加漂亮 红果卧给它多扎几层 披肩绑得越多 这个花纹就会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好看 好 扎完以后就这个样子的 皮筋扎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染色 在染色之前要戴上手套 好 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颜色 这个时候小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随意来配色 是吗 是的 好 在这一头我先染上这个颜色 也就是说往皮筋的地方 是它的一个分界线 对 给它低染一下 好 让它把这个颜色吸收 充分 好 这个位置呢 我换一种颜色 也可以隔一隔 好 再放另外一种 深一点的颜色 在这一头我也染着 好 这儿再来一层 好 染的时候呢 要记住把它染得均匀一点 好 哇 前几段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对不对 小朋友 只有它的尾部还是白色的 接下来呢 红给我要展示另外一种方法 先放到这儿 选一个深颜色的 哇 把这个燃料放进水里 我们看到这个水呢 已经变了颜色啊 哇 好漂亮啊 哇 我看到变成了这个蓝色了啊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一端呢 放进去 这叫静染 好 看到了吧 这个尾部就染上了这个什么颜色 蓝色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呢 要把这个呢 放到这儿晾干 然后呢 放到蒸锅里 蒸这个60分钟 这个叫做固色 哦 还要在蒸锅里蒸 就把这个颜色固定在上面 没错 哦 原来是这样的 怎么要把这个做饭呢 最后一步 蒸完之后呢 要给它晾干啊 蒸完之后是什么效果呢 哦 什么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 哇 哎呦 看上去很漂亮啊 对啊 你看这个颜色呢 是逐步的在改变 每一层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啊 由这个鲜艳的慢慢慢慢变暗色掉 哎呀 什么很漂亮啊 怎么样 小朋友们 好看吗 为红狗狗鼓掌 不仅呢 可以把这个围巾展成漂亮的颜色 同样我们身上穿的T恤 我也可以给它做得很漂亮哦 就像刚才的方法一样 扎完以后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太好玩了这个啊 对 当然了我们还给它浸湿一下 哦 也要浸湿一下 对 这儿有一个白水 我们给它浸湿一下 好 那我来吧 好 放进去 好 总之 特别想在 特别的像是在制作美食我觉得啊 好 拿上来 好 好 好 拿上来 接下来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只要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放到这个里面 对 你不太相信啊 放进去 然后拿出来就可以得到这个有一件扎染效果的这种提取衫 是的 我们把它放进去 哦 浸泡一会儿 然后呢 就像刚才的方法一样 放到蒸锅里蒸60分钟晾干 晾干以后呢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当当当 怎么样 嗯 是不是很漂亮呢 现场的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这最好就是你发挥想象力 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我们 通通嫂 我们 通通嫂 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来 开始 好 叠了一个正方形 多多把这个手帕叠成了长条的形状 小朋友用夹子 哇 这个很有创意啊 夹的是这种不规则的样子啊 给它放到水里浸泡一下 在上色的过程当中 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 只要你的作品呢 看上去更有创意就可以了 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颜色了 然后呢 再换一个 好 我们来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啊 这种小朋友呢 只在这一面 哎 滴了颜色 那其他三块好像没有滴到耶 多多小朋友做的这个扎染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要让这个颜料充分的浸透 时间多一点 而且还不要忘了最后一个步骤 那就是要蒸60分钟 对 要放在锅里呢 把它给蒸一下 对 这样才能出来最终的效果 才会出现像围巾这样的效果 对不对 对 那么在今天的我创意我做主当中呢 还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创意达人 他要给我们展示非常棒的创意哦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的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是唐唐老师 今天我在北京咸远中式体验馆 给大家带来一场植物染体验课 发展达人唐瑜 来自北京咸远中式体验馆 有的时候要捡 在北京咸连中式体验 stretch 还可以再在北京咸远中式体验盆 只要在北京咸远中式体验 集团的隐形 超撮折人 最后一班 syllabus 最后一班 married 用于大队 到北京咸返中式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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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创意好帅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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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好帅 天气机前的您想参加吗 赶快联系我们 动手都拿 玩创意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雪下得好大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骚雪 一起来 红果果 我也来了 我们一起来骚雪 我们一起来骚雪 一起来 小朋友 快点来和我一起玩 拜拜 小朋友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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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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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哥 我是摩尔 摩尔 赵哥和摩尔 口罩安全 摩尔 你在看什么书 我在看芝麻光砸钢的故事 是死马光砸钢 倒哥也最喜欢看司马光砸钢 不对不对 是司马光砸钢 司马光砸钢 司马光砸钢 不对不对 是司马光砸钢 不对不对 把我都弄晕了 我又说出话了 又去玩了 倒哥 我们快去看看 找到了 快走 嘶嘶嘶 你知道 你下小雨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吗 叉叉叉 对了 叉叉叉 叉叉叉 带雨又是什么声音呢 对了 哇啦啦 哪儿啦 咱们出去玩一会儿吧 好啊 不过 你看外面的天气 我们是不是应该戴上口罩呢 停一停 这是机前的小朋友 出门的时候 我们要戴哪种口罩呢 我看到了 一个是棘质口罩 一个是戴金属条的口罩 我们应该选择 更适合小朋友的棉质口罩 来更安全 答对了 我们戴金属条的口罩 如果摔倒 就有危险的 我知道了 小股东 小朋友应该戴棉质口罩 哇 水水太棒了 都答对了 小股东 那两个口罩都是我的 我今天想戴这个 小朋友们 你已经戴上去任期了吗 口罩要定时的清洗和更换 答对了 口罩要定时清洗或者更换 这个口罩已经干了 我们要清洗干净了 才能戴它哦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是干净的 那我们今天就戴这个吧 明明下去雨了 要不我们就在家里玩吧 玩一个绝对扮演的游戏吧 那你想扮演谁 我想扮演医生 好啊 好啊 那小股东就来扮演你的冰人吧 医生也要戴上口罩 是谁说可以检查检查的吗 可以的 你先躺吧 肚子里有没有响啊 没有 小朋友 你能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戴口罩的时间不要太久 戴口罩的时间不要太久 会使得呼吸不顺畅 爹 打完队了 姐姐 口罩戴了很久了 我们把它摘下来吧 好香小肚东 太棒了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知道就和我们一起唱吧 戴口罩要注意才智选择要适宜 口罩定期要清洗 别戴太久要牢记 我们要选择适宜 我们要选择适宜 适宜和小朋友的口罩 口罩要定期的清洗和更换 戴口罩的时间不能太久 会让我们的呼吸不顺畅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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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来新来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新来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洪果果 咕咕咕咕咕咕 大家好 我是小咕咚 铃铃铃铃 我是你们的朋友 我叫铃铃铃 好的 铃铃铃 赶快告诉我们 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 对呀 嘿嘿嘿嘿嘿 好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唱歌吧 红果果绿泡泡小咕咚 你们好 我是来自陕西省的 自以为漂亮的小公主 我叫飞飞 我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 送一幅涂色作品给你们 我自己一个人画的彩虹 哇 谢谢你小朋友 我们很喜欢 也祝你天天开心 还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 给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 赶快行动起来吧 收到这么联系我们吗 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发条微风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特网 穿着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特网 拍段视频画像图画记给我 记性定制一定要记牢 要记牢哦 背景时 有零零零零三道形象 一二三三三三三 只会书来木鼓东手 下鼓东手 有这边吗 只要零零零三八啦啦啦啦 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 大家来信吧 小宝宝 再见 小宝宝 再见 小宝宝 再见 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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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